接着镜头带你到南区瑞瑟湘瑞北春麻剧举部落聚会所 钢构建筑不抵潮湿气候 主要的钢梁铁锈斑驳 部落族人就担心生怕会亲疲毁坏 向头目以及相代表反应 期盼能够尽快地来改善 不论是钢梁结构 浪板屋顶还是天花板 处处可见红色铁锈斑点 钢铁构造的聚会所建筑居然出现锈石 部落族人也不免担忧建筑物的安全 特别向部落头目反应期盼能改善 所以我们通常这种就是水刀除锈划过去 然后赶快再上方修起 然后再封板美化用 那美化封板用的地方会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封板不能直接这样封 我还在架一个小脚铁 因为木板也是有它的物理性质 划距不能太长 架一些小脚铁 但不影响它结构 为此部落头目也向地方明代 县议员等陈勤 向公所高度关注 立即邀及相代表林玉芬 部落头目在顾问厂商技师的陪同下 实际到场会刊 工程技师初步研判 整个锈石情况 并未危及主题建筑结构 仍在安全范围内 未来就先进行除锈保养 避免锈石情况扩大 先行除锈并加强保养维护 延长部落聚会所建筑使用寿命之外 部落头目也提出希望 乡公所能进一步沿用 部落木雕作品等等 来美化景观 展现当地部落建筑文化特色 也获得公所的支持 而另外一方面 由于包括了先缘 也会堪关注 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提报 乡公所也将会整后 依经费来源多寡来做调整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